话题来关心台北市振兴医院的特权疫苗争议持续延烧 从前副总统连战夫妻被曝违规施打后 前国劳极立委丁守中同样是以医院董事的身份接种疫苗 台北市前一天强调医院造册名单 2月份早就上传到中央了 却被指挥中心驳斥 当时拿到的资料没有姓名跟职称 而台北市医院许舒华还加码爆料 说振兴医院总共拿到了5000多剂疫苗 却有高达2000多剂 不是打在医事人员的身上 北市卫生局前清并没有独厚振兴 但针对丁守中的身份到底能不能够打疫苗 再度交由中央来厘清 怪来怪去问题可以解决 大家就坐下来想骂 我觉得那最大问题还是疫苗不够 再度点出台湾疫苗数量问题 北市72岁以上长者和55岁原住民30号起 开放申请莫德纳疫苗 但大多数人达不到 北市振兴医院特权疫苗争议 更持续延烧 丁守中自己在这段时间 这就是这个特权疫苗的一个最好的范例 兼国民党立委丁守中先前脸书直报 在振兴医院施打A例疫苗 议员爆料 北市在5月24号给了振兴25瓶疫苗 26号丁守中以医院董事 第一类非医事人员身份接种 惹出争议 随后振兴再领到两批疫苗 5月底爆出连战夫妇违规施打 医院被开罚 传出振兴共拿到5556剂 却有2000多剂 没打在相关医事人员身上 他的身份是所谓的董事 需要第一个时间就去打吗 医院的工作人员呢 可以分为医事人员跟行政人员 董事是不是行政人员 请中央来试试 北市球梯中央解释 前一天更说丁守中这批造册名单 指挥中心2月就知情 造册的名单 造册单位 那是他全责自负 身份证字号跟生日 我们并没有他的姓名 跟他的单位支撑 另外一间因为违规施打 被北市重罚的小核心诊所 29号发出讯息 欢迎孕妇打疫苗 院内施打最安心 却火速被卫生局打脸 已经终止了小核心疫苗 接种的一个合约 相关的诊所里面 也没有疫苗 可以来帮孕妇们施打 特权疫苗阴霾 持续笼罩北市府 最终演变中央地方 互甩争议 接着我们讲 洋芸达 拍摄不到